砌模型未必是跟著說明書砌那麼簡單 模型可以是玩具、工藝甚至藝術 兩位全職模型師是怎樣開始認識模型的呢 我是一個全職模型師 我是靠製作模型和教班 主要維繞這兩個工作作為我的職業 當初一定是小時候看高達的動畫 他覺得角色很吸引、很有型 當時剛好家附近有一間模型店 逢星期日我父母會帶我去喝茶 附近有一間茶樓 我每次去喝茶 我會去廁所去看模型 就是因為那間模型店、茶樓 令我會正式開始去接觸砌模型 我現在是從事一些有關模型的工作 我亦擁有自己的模型工具品牌 日常都會做一些模型作品 接觸砌模型其實就是受爸爸影響 以前看到爸爸就很喜歡砌模型 那時候也不太懂砌模型 通常都是爸爸教完我之後 媽媽陪我砌 上大我都不喜歡買一件玩具回來 是這樣的就是這樣的 我是會喜歡去改變它的 譬如我小時候 我看到姐姐有爸爸 我會看到你爸爸的頭髮很不美 我想剪掉它 當然小時候是不會剪 一會幫它長髮變短髮 大了之後就會想玩具 是有自己的風格 當小時候的娛樂 變成現在從事的職業 隨著時代以至身份的轉變 砌模型在他們眼中 有些東西已經不同了 我覺得現在的模型製作 和以前的分別是 現在的工具越來越多 越來越便宜 出的模型本身又越來越漂亮 很容易變成 你做的會越來越複雜 會比以前繁複很多 例如以前的面子 沒有那麼多間隔 沒有那麼多黑線 現在一定會多了很多 以前可能很簡單 做對比例 做對形狀 現在做對比例 要加很多細節 在上面 現在的模型 就會變成事業 不是娛樂 你以前娛樂 就很享受幾年才做一隻 然後會很自欺 看著自己的東西 但現在變成 要很快地做一隻出來 亦都要有一個高質素的效果 但模型這些都是相對花時間 你浪費的時間越長 就是越漂亮 但現在的世代 是要社交媒體 是一隻模型 我當你六個月 你不可以六個月不更新 你的流量會怕乾 所以你又要想到一個方法 你又要快砌 然後你又要不停地每天出帖 相對有肌肉 會快很多 如果現在以我全職來計 下一個星期內 已經有一隻 大數據時代 既追求流量 又講求質量 要突圍而出 砌出模型的漂亮 是必要條件之一 模型成品中 我覺得每個人對漂亮的要求 都是不同的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一些 很多層次 很多細節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的模型 作品的風格 都是比較多些細節 或者多些類型去做的 用同一套模型 製作出不同的作品 正正特顯、漂亮 可以有很多種 對今年在高達模型製作人 全球杯大賽中 勇奪香港區公開組冠軍的亞民來說 模型創作的可能性 足以令模型超越玩具的框架 無形,它本身出產出來 是玩具 一定是玩具 而當它玩的人越來越多 就會越來越講究 越來越講究 就會放很多功夫 就會提升到它 叫做創作的層次 它擺得越多心機 就一定開始會 有人當作那件事就是藝術法 其實你說藝術不藝術 其實反而未必是 那個創作人的界定 而是在於觀眾的角度和態度 其實你這件事可否變成藝術品 你都要有這麼好的好心機 才可以提升到 令人想到藝術品這個推動 藝術在香港 似乎多數都是需要掙扎求善 模型創作又是這樣 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地理畫景 外國有車房 玩到反轉都沒有人來 因為如果你在香港朋友 隨時隔離屋都會問候你 而且你要自己出去租工作室 其實在香港做模型 是比其他國家容易很多 好老實說 因為我們真的很容易買到模型 亦都很容易買到工具 而模型本身 全世界數一數二最便宜的是香港 真的要計算有甚麼最難 就是覺得任何創作有關的事 是狗死一生 其實沒有人叫你做模型師 老實說 這些詞是我們自己叫自己的 即是外界的人 不會懂得這樣叫你 所以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不要說你是你的工作 你真的有興趣 我下班去組 他就會不明白 為何要組這麼久 組了整個月 組了兩個月 很快組完了 就是這個誤解 他會覺得這個 不用付出很多東西的興趣 但是真正就是 他做得好 那是需要付出很多時間 心機才做得好 香港人 每個人覺得藝術價值其實很低 覺得買模型三百多元 找你砌的頂洞便是千多元 但他沒有想過 裡面相對有很多零件 現在不是很流行 一千元大合到半個人那麼高 但那些可能是幾百件零件 你每一件要剪水口打磨 其實你都相對要浪費幾天去做 你香港每一額的薪金都挺貴的 如果我按照計算 我砌一隻 全部剪出來 連上色我計算一個月 我當你收一個月薪金 那沒有人會付錢 對砌模型是三分鐘熱度 還是真心熱愛 可能要砌過才知道 雖然學生的創作心態各有不同 但作為導師的他們 認為教學始終有一定的意義 我都想多些人接觸砌模型 因為現在的世代 各個都拿著電話打機 或者玩手機 我覺得其實砌模型 都可以訓練耐性 亦都有一班人 是喜歡砌模型 但是不知道有甚麼方法去砌 會令到看模型漂亮 所以我就想教班 令到多些人去接觸砌一個 完成到高一點的作品 最初一定是為生為自己 但反而你開始做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那個意義 就算沒甚麼要求的 你興趣班 你都會很滿足 因為你會看到他們 花完工過來學妻模型 真是開心的 其實厲害的是要 不只是自己做到 是要令到人肯一起做 令到人跟你一樣厲害 甚至比你厲害 我自己覺得 就未必是說 真是要高技術到 才會砌到一件很漂亮的作品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風格 還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當模型是一個娛樂 放鬆點心情 慢慢去砌 當是一個消遣娛樂 就不要讓自己有壓力 這樣你出來的作品 你才會是漂亮的 真的不要拖延 要有一個動力 打算買回來 你那三兩天內 你就很開工 或者你那天安排了 要砌模型的 你那一刻就起身去砌 所以很重要 是怎樣都要提起 竟開始了就先 漂亮還是不漂亮 之後才再說 完成是很重要的完美 開始了你就會想繼續做下去 老套說句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表面看下簡單的細小配件 組裝、打磨、賞飾等等 其實通通都需要 模型師徵佔的技術 砌模型 不只是小孩子的玩意 更加可以是一件藝術品 即刻comment、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們M21 兼按下個鐘仔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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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